她选择嫁给丑男遭击美女与野手,结果婚后隐居生活反而幸福到让人超羡慕。 韩国歌手李孝丽是早期韩国演艺圈最夯的性感符号代表,只要有在听韩国歌的粉丝们一定都有听过她的歌声,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年来李孝丽渐渐淡出了演艺圈呢? 虽然在残酷的韩国演艺圈中,艺人的态换速度相当快,但李孝丽的个人特色相当足够,也是人们心中永远的国民妖精,但为什么在当红之际就这样消失了? 在大家的印象中,李孝丽就是个身材相当火辣,舞蹈也相当性感的歌手。 但上综艺节目时,大方的她从来不会心于表现,什么游戏都是用尽全力的参与。 此外,她也不担心自己的素颜被记者拍到,卸下舞台上的妆,反而更加亲人。 而大家也绝对不会忘记她这首诗Minutes,看看她的现场演出也可以发现她实在是个非常有舞台魅力的人。 广告,竟继续往下阅读,而她还曾经连续两年进入韩国艺人富豪榜前10名,可见她赚钱的能力是数一数二的厉害。 但在2014年时,事业如日中天的李孝丽突然宣布结婚,让许多粉丝大感不舍。 你一定会想,性感歌手李孝丽应该就是嫁给某个富豪,或是某个型男歌手,但其实都不是,她嫁给了这位叫做李尚顺的男子。 你一定会想这对情侣简直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最佳形容,但是其实李尚顺是个创作型歌手,相当才华洋溢, 虽然恋情一直都不被看好,甚至还被媒体用美女与野手来形容,她俩之间的爱依然不为所动。 感情本来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,而李孝丽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,最后选择在2014年时与李尚顺结婚。 当时甚至有人猜测李尚顺是不是背景相当雄厚,不然怎么可能娶得到女生呢? 但其实李尚顺出身一般家庭,而李孝丽也曾说过,她不食人间烟火,我却只有钱。 她能给我安定感,长得不好看没什么,我觉得帅气就好。 看看他们的婚照,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呢。 就算李孝丽赚了很多很多钱,他们的婚礼也没有大肆铺张,相当简单而温馨。 就算有很多厂商说要赞助这场婚礼,李孝丽也没有答应,只是邀请了家人和较好的朋友参加。 而在婚后,大家也发现最近有关孝丽的新闻越来越少了,到底她去了哪呢? 其实早在2015年6月时,李孝丽就将自己所有的粉丝经营专业都关了,并且淡出演艺圈,从原本的性感女神蜕变成超美的农妇。 原来她和丈夫搬去了冀州岛,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。 虽然身上没有了那些靓丽的舞台衣服和妆容,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平凡人。 变成平凡人并没有不好,这更是李孝丽更想过的人生。 就算平凡,有个爱的人在身边陪伴,就是最幸福的事。 虽然成了个农妇,她那美丽的容貌却丝毫没有消退,每天还有这些毛小孩陪伴她。 而平时她也会与丈夫自己打理果园和菜园,三餐也都是吃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和水果。 而李孝丽也是瑜伽高手,平时她也不利于在村里免费教大家做瑜伽,只有在这时候,她身上好像又散发出那种曾经拥有的巨星光芒。 而李尚顺也非常支持李孝丽的爱好,有时候他们还会一起摆摊卖一些自己做的小物件。 而当媒体想要采访他们的生活时,他们也没有刻意表现做作,而是就像平时生活一样,只是让媒体跟拍而已。 就只是两夫妻的散步背影也让人感到相当的幸福啊。 一个人的外貌并不代表她的全部,遇到懂得欣赏她的人,那一刻就是值得。 欣赏一个人的内在更是重要,而最适合效力的男人就是李尚顺,这一点李孝丽自己也很明白。 谁说一定要嫁给豪门才能过好日子,但所谓的好日子又是什么? 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同,平凡也是种幸福啊。 也把他们相爱的故事分享出去吧。 并不足 感谢观看